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帮助一般的行政人员 第三个主要的特色是使用到微软的Microsoft 365 行政人员可以在资料的共创 共编以及共享上面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很重要的就是驾驭云的力量 但云的力量又跟通讯的速度会密不可分 所以远传电机事实上为整个淡江的校园 做了一个5G非常绵密的配置 包括就是这个家长最担心的学生校园安全的问题 在IOT跟云端跟5G的结果 这个数位的力量 那也是一个数位转型的典范 不仅仅布局行政端 淡江大学更与台湾微软合作 将AI种子直接埋入大学新鲜人 透过淡江大学的微软校园云端大使计划 以多元化的训练课程 来培训优秀的服务团员 引导学生自发性学习 进入到CSA其实我发现就是 有系统化的课程教学 会让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它是不会紧张的 它是一个有被带着的感觉 改用自动化流程来处理 可以增加我们处理事情的效率 我们也可以去辅导学校内的 各行政人员以及学生 会AI绝对比懂AI更实际更重要 那在CSA的训练中 它可以帮助我更有系统 更有逻辑性的去学习到这些技能 与行政端息息相关的教务处 盘点各项业务后 除了请资讯处协助 更透过素人开发师改善考卷上传 与配送节省近三百小时六千张考卷 与省下百万以上的系统开发费用 那从单一入口进去以后 其实老师登入他的帐篱 他就可以直接进到 那一个上传的系统 所以包括下传控板的考卷 还有上传完成的考卷 就是一键完成 那我们后台这边收到以后 也不再需要面对全校去做人工整理 然后因为他整个后面就交给整个资讯系统 知识管理上图书馆数位化成果丰硕 例如内部轻松取用的云端空间与即时更新 表单云端化等 此外学务处透过同仁与MS3AP的协作 产生自动化流程 更是大幅减少学生与师生 三方往返确认的时间 学生他可以随时的 就是在他任何的地方 只要他手机可以上网 他就可以填写这个资料 他会自动把这个电子档传给学生 也传给我主管 他就是按核准就可以了 资讯处透过与微软合作 将AI整合进校务管理系统 省去每年970万的使用费外 还能确保数据资安跟隐私 不会被使用于外部公开训练 可说是兼具客制化 资讯安全性于一身 呼叫淡小虎 仍然成为每一位淡江人的神兵利器 我们将来会推出一系列的课程 培育我们所谓的素人开发师 及专业开发师 我们更希望能够补育我们的学生 能成为微软智慧校园的学生大使 让我们全校所有的教职员工生 在数据力方面的提升 将来再透过我们所谓的淡江5C淡小虎 更能够提升我们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效率 来服务我们的学校师生及下轮企业 AI加SDGs等于无限大 淡江大学数位转型正在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